心腹大幸福 今天的主角王景峰 66岁的他 装潢工作退休之后 就当起了全职的志工 而他说他要把环保 当成运动来健身 没想到在复苏的过程当中 他也改掉了坏脾气 现在很多人说 有要加热给我们 叫我们去收 说可以 我们就要有一个厅 放一放 我们家里想说我们要去 全部做这样 就一个座厅 一个座厅 一个座厅 座厅很合作 不用再拿去外面 要摘着啦 摘着你就会好 比你的建筑 在那边更好 建筑不一定会流汗 那我们做的流汗 会排泄一些 我们做的不重要的东西 都会排泄 所以我们做的不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树 很多人都会有 带到我们的树 都会有很多东西 減少很多 一年省掉 剩算千萬的 我們看到就心態很好 要認真 才會減少我們的垃圾量 做什麼事情都要用心 做 如果用心做就能做得好 如果不用心就怎麼做得好 本來是燃燒 製造空氣汙染 所以我們就是 瞭解時間的 乾淨到垃圾的分層 然後有溫的 稍微打一下 它有一個膠帶 好 我們就是從這塊膠帶來割起來 這塊做PP板 這塊做PP花 我們要做就要把它分離得很好 這樣它回收再造的話 比較乾淨 不論價格多少 我們都要收 我們目的就是做環保 不要幫它再去燒 燒了製造空氣的汙染 無形中破壞我們生物 多多給我們所有的燒焦 這樣我們所有的回收就是燒焦 我們燒焦焦我們順便做 不然百分之五十 我們自己要到處做做環保 做環保他們就會接受 我們要先到先到 我們帶頭做群 我們自己帶頭做 這樣他們大家才會接受 以前我的皮膚都很不好 我們說是 進來增進去廚祭廳 改變很多 美景算是 另外變一個人就對了